没想到,真没想到,绝对没想到,国平民教理,酒量最大,最能喝的居然是马林。 而且,据马林自己说,他自己制着酒量呢,是无知倒一点点喂出来的。 马林还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,就像是训练中的喂多球,一点点加麻。 从刚来国家队,一口不会喝,再倒一两口,再倒一两杯,到后来,北京奥运会夺冠哪年? 整整十二年,马林的酒量涨到了两斤,那无知倒的酒量呢?莫非喝的是白酒? 张继科,一喝酒脸红得有图为正,看来,这个不是传说了。 张继科属于酒型孤身,或许现在厉害多了。 国家对一线主力的时候,据说是喝一点红酒,就脸扑扑的红了。 但张继科就如祈求,很蒙,又紧爱面子,经常是一口人,但常常是喝点就浑身不舒服,之后就不省人事了。 张继科说,一直不理解,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喝酒? 平时张继科如果是自己呆着的话,绝对不会没事喝点,继科这样,你能想到吗? 马龙如何? 马龙是个乖乖男,很绅士,喝酒时也大多是红酒。 马龙说自己能喝大半瓶红酒,自己也不会觉得醉,只是会觉得有点兴奋的感觉,说话的声音会不由自主提高。 这次估是最久的前兆啊。 这个酒风酒量跟马龙画风倒是吻合吧。 白震东,具体能喝多少,自己也不知道,潜力还是很大。 按小胖多儿时的深版和爆发力来看,应该属于能喝的。 事实上,那,也好像确实如此。 按小胖自己的话来说,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能喝多少。 反正这么说吧,只知道跟队友喝酒时,总是可以喝到最后。 在一部分人倒下之后,自己还能喝点,算是比较厉害吧。 反正东喝酒到后期,局数是个话牢,但搬来夫去讲的都是一样的车工路话,等讲的差不多了, 酒也醒得差不多了,然后,就找地方睡觉去了。 怎么还不到刘诗文? 别急,等会儿。 国庭的酒鬼是谁? 你可能想不到。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孔令辉。 孔令辉爱喝酒,若干年前还有他喝酒后的一些故事呢? 据说有人给他取个外号叫,孔酒鬼,也算是对他爱酒的一个总结。 酒量如何? 孔令辉也是比较偏爱红酒和啤酒,两酒也能喝,酒量也中油。 并且据说孔令辉每每喝到量时,总会唱上两句,小微是其常吵不辣的代表作, 文浩,一般年轻人不敢找我拼文浩属于能喝的,并且是绝对的能喝。 他说,自己也不清楚能喝多少,说自己是海量,一般年轻人不敢找来拼酒。 王浩喝得差不多了,自己找个地自觉,一般不找事儿,属于酒品好的。 只有有一次,出点例外,多少年了,咋也不提这事儿。 刘诗文,酒量还行刘诗文的酒量,据说还行,爱喝红酒。 并且拿捏得挺到位,绝对不会失探,头脑也绝对清醒。 该吃吃,该喝喝,一般不。 目前,别人也看不出一样,给人很能喝的感觉,但也轻易不会多喝。 万一觉得多了,就会着急会离开,找地睡觉,下面这三。